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曾几何时 一种显为人知的记忆 笼罩着神秘的面纱被深藏在皇宫里 历史深处透出的传奇色彩 在一代代工匠的手中闪烁 它见证着数百年的悲喜荣辱 繁华沧桑 这座古老的城市在历史上曾是六朝古都 它凝聚着中华文明深厚优远的历史 和浓郁独特的文化风韵 尽管现代气派已经给北京城增添了许多摩登气息 但是在高楼林立 陆桥飞驾的背后 老北京的地道韵味依然绵长 历朝历代 华夏各地的能工巧匠云集京都 民间艺术与宫廷艺术在这里交融生长 形成了独特的京派艺术 为世界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坐落在北京最繁华街道上的这座建筑 是北京工艺美术馆 这间展厅中的工艺品都被称为国家珍宝 这种富丽堂皇和精美典雅交相辉映 造型优美 色彩鲜艳的工艺品叫景泰兰 景泰兰与雕妻 玉器 象牙雕刻 被称为北京工艺美术的四大名单 它精美华贵 多彩多姿的图案 古朴典雅 端庄富丽的造型 令人流连忘返 在行家的眼中 它既有玉的温润 珠宝的光泽 又有瓷器的细腻 金的灿烂 在这座云集北京民间工艺精品的百工房里 我们结识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景泰兰绝技的传人张同路 业内人习惯叫张大师法郎张 工艺美术界评价她是景泰兰第一人 是北京民间工艺美术的活画师 初中毕业时 美术老师动员她去报考特种工艺美术公司 结果真的就被录取了 当时工艺的行业画画的人很少 都基本不会画 经理特别喜欢画得不错 结果经理说高景泰 景泰什么东西不懂 景泰人说法郎 小学学自然课说牙齿是法郎 法郎意思来源于元代的文献记载 特制一种工艺方法 这法郎是一种柚 瓷柚一个 在国外来讲 反正在铜上 瓷柚上 烧法郎柚的都叫法郎 现在不外乎呢 法郎有一种是画法郎 一种是一种烧法郎 外国法郎呢 它可以踢也可以刻 好多方法 唯独景泰兰 是在同台上先掐丝 掐丝之后上柚 景泰兰 因此有了一个专门名词 叫同胎掐丝法郎 它是以子童为胎 用各色法郎质涂成花纹 但是 关于中国景泰兰的起源 由于现有文献记载不足 而且缺少早期 有可靠年款的制品 作为断代依据 所以至今没有定论 有关专家根据史料分析 大约在十三世纪末的元代 法郎技术由阿拉伯地区传入中国 中国的工匠们 很快就把外来技术 和传统的青铜工艺 瓷器工艺 绘画 以及雕刻技艺结合起来 创造了别具民族风味的 景泰兰艺术 《景泰兰》这本特殊工艺术 是中国特有的 也是北京特有的 俗话叫做北京的四大名战 就是牙雕、玉雕、景泰兰器 所以景泰兰也是一种 非常珍贵的皇家艺术 在世界上 它也是独有的 景泰兰工艺在明代建区成熟 到清代发展到顶峰 宫廷在民间搜罗能工巧匠 招进皇宫 开设皇家造办处 专门为皇宫制作陈列品 祭祀品和赏赐品 并作为国礼赠送外国贵宾 作为国粹艺术 景泰兰在很长时间里 一直是皇宫的专利 皇宫里的景泰兰制品 大多属于摆设品 供皇帝自己把玩 或者赏赐给文武大臣 根据史料记载 景泰兰从明代开始 被明确规定属于宫廷的御用品 京城之外没有景泰兰的踪影 普通平民甚至没有机会 欣赏到他的风采 北京的景泰兰它有独特的魅力 它有独特的风格 景泰兰在全国就有北京有 过去没有 特别是皇家艺术 可以说北京的景泰兰 就是皇家艺术代表 一件件光芒四射的景泰兰器物 给雍容的皇宫增添了不少色彩 端庄华贵的造型 晶莹典雅的色诱 粗广饱满的文饰 明亮金灿的镀金 十分符合皇家的高贵身份 和神秘氛围 如今 景泰兰已经成为现代人的收藏真品 受到很多人的真爱 四十多年前 一心想当艺术家的张同璐 第一眼看到景泰兰 就被深深吸引住了 后来我就到哪儿 到那个西单文物商店 文物商店看景泰 景泰这花儿打金丝画的 相当细致 精神漂亮 哎呦 这家 要干这无处啊 画那么细致 色彩那么漂亮 挺满意的 结果就到了景泰兰厂 张同璐万万没有想到 自从到了景泰兰厂 整天跟铜丝 铜片 锤子 剪刀打交道 用的颜料是纱状的矿物质 想画朵花不用比 而是用一种小铁铲 一点一点的往格子里填 和他梦想用笔描绘 五彩缤纷的世界 根本不搭界 从普通学徒开始 张同璐一点点地 进入景泰兰的世界 了解并掌握了景泰兰的 全部制作工艺 景泰兰的魅力 不仅来自于精妙的外表 还源于它独一无二的绝技 每一件作品都必须经过 极其复杂的工艺流程 而每一道复杂的工艺 都体现着手工者的智慧和灵巧 是现代工艺自动化手段 所不能替代的 景泰兰是特有的艺术品 它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 先拿铜线 跟设计图纸做成钛形 一个铜线 然后有圆的话呢 就抛出圆 圆之后接好之后 完成造型 通钛呢 有些是拿手工打钛 有相当于工艺术杂 智胎 一般选择上好的紫童 敲成各种各样形状的底胎 智胎技师 裁剪下一张张铜片 折卷 敲打出种种不同形状的零部件 然后再拼接焊成各种景泰兰胎形 传统的景泰兰胎形 大多是历代陶瓷 或青铜器的传统造型 而在今天张大师的手下 胎形出现了更丰富的变化 所有中外艺术的精粹 都可以被借鉴和采用 并加以融合 创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形象 景泰兰的美丽除了造型之外 更重要的是外表的图案 在历史上 由于景泰兰长期被养在深宫 他的创作内容和表现形式 受到一定的影响 传统景泰兰 大多是适合皇帝口味的 龙凤 牡丹等图案 风格越来越细腻而又繁琐 过去这艺人就根据原有的图纸 原有的造型 年糊一年的去制作 没有多大变化 今天的设计师完全可以放开自己的想象 创造出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作品 我觉得每一件作品都在原来历史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有所发展 例如平的造型 我的造型非常挺拔 简练 非常舒适 感官上 铁啊 肚啊 体脱 而且花纹的臭片 内容和形式统一上很下功夫 现代艺术家创造的古代饰女 古装人物景泰兰 已经打破了传统的造型规律 人物神态更加优雅活泼 饰女的服饰上既有传统的图案文样 又进行了适当的改造 很符合现代人的欣赏要求 不过景泰兰和绘画毕竟不同 再好的图案设计 也只有通过特殊的工艺手段 才能得以实现 这就是景泰兰济师的绘画方法 叫掐丝 就像绘画中的白苗手法 用线条搭建起图案的基本形态 当然 掐丝需要的耐心和细致 远远超过白苗 济师用镊子 把事先压扁了的子铜丝 经过掐和掰 粘到铜胎上 掐丝是一种非常健功夫的绝活 掐着一个莲花瓣 线条该怎么弯曲 连接点在什么位置上 都要精确到几微米 稍不留神就可能是图案变形 或者在后面的加工过程中脱落 变成废品 一个并不特别的景泰兰花瓣 光掐丝 粘接 一个人就要花上三天时间 掐丝后 为了加固铜丝 还要在上面撒上银汉药药粉 经过高温被烧 这样铜丝花纹 才会牢牢地焊接在铜胎上 景泰兰掐丝是世界上 独树一帜的特殊工艺 没有掐丝图案的法郎 只能叫做画法郎 而不是景泰兰 但是 刚完成掐丝之后的景泰兰 还只是一个粗批 对外行来说 这时的景泰兰 还不具有美丽的品质 甚至连图案的真实模样 都看不清楚 景泰兰制作的第三道工序 也是最重要的一道工序 叫做上釉 这些五彩缤纷的颜色 不是软笔画家使用的水质 或油质的画料 而是各种不同的矿物质 通过物理和化学方法 制成的釉料粉 釉料的橙色 浓淡变化 全靠工匠的经验和感觉来决定 而颜料的配置方法 一直是景泰兰工艺的秘诀 至今仍然没有公开 上釉的工序 用行话说叫点蓝 这是因为 早期景泰兰 多使用蓝色料的缘故 由于景泰兰工艺 在明朝景泰年间开始流行 而外观又以蓝色为主 因此才由景泰兰的名字流传后世 点蓝这个词 虽然沿用至今 但实际上 传统景泰兰的颜色 就远远不止蓝色一种 在明代就有三十多种 现在又发展到六十多种 现代技师发明出了很多特殊的颜色 大红 珊瑚红 豆绿 乳白 湖蓝 金星孔雀绿等等 使得景泰兰更加丰富多彩 光彩多目 根据配色需要 把各种色料的粉末 盛在碟子里 活着水 就像画家的画桌神一样 张大师用瓦尔式的家世 舀着色料 一点一点填进 铜丝介成的各种形状的 小格子里 需要用什么颜色 都在大师的脑子里装着 他的点蓝技法 已经十分纯熟了 这种点蓝的功夫 实际上需要很多年的磨练 对初学的学徒来说 小勺用起来还有些难度 他们用的是吸管 点蓝完成后 景泰兰显现出最初的模样 下一步工序 就是放进高温的炉子里被烧 景泰兰属于高温烧制品 需要熟练地把握火 传统被烧 是用耐火材料砌住的土炉 燃烧材料是焦炭 温度控制在900度以上 火后完全靠被烧师傅的经验和眼力 虽说有了电炉以后 景泰兰烧制温度能够得到相对的稳定 但也只限于小型器物 遇到烧制大型景泰兰 就要根据器物大小专门砌住被烧炉 有时候还要根据器物的特殊造型 考虑炉塘设计 文化和颜色 经过被烧 景泰兰出炉了 但这离成品还很遥远 由于颜料是矿物质 被烧融化后 并不能一次填满铜壳 所以至少需要三到四次 反复地点蓝和被烧 才能达到铜丝的厚度 为了使被烧后 凹凸不平的右面平滑 并清楚地显现出 铜丝的图案和花纹效果 景泰兰必须经过 至少三次的打磨 第一次打磨时 用金刚砂石沾水粗磨 再次打磨是用黄石细磨 最后是精心打磨抛光 才能使铜丝和右面 达到光滑如镜的效果 点蓝多少次 就需要烧蓝多少次 任何一件作品 无论大小 都至少需要三到四次的精心制作 特殊的精品 甚至需要七八道工序 经过反复被烧和打磨抛光后的器物 已经显露出景泰兰工艺的诱人色彩 但这时还差最后一道工序 镀金 由于图案丝线夹在右面之间 附着镀层有难度 如果掌握不好镀金的技巧 就容易镀成斑驳间断的废品 遇到这种情况 就必须再次打磨和重新镀金 成功镀金的景泰兰 才是真正的完成品 在它细腻灿烂的光泽背后 饱含了技师们的心血和记忆 景泰兰工艺的复杂和精细 使得一般人很难学习 张大师是目前中国 唯一掌握景泰兰全部制作绝技的人 传统的景泰那个行业生产和技术 跟以往其他行业不一样 因为这个景泰行业 可以说在工序行业最复杂的一个工种 艺术 只能每一个人 只能投入到一个工序在生产 在历史上 也从来没有出现过 像张同璐这样全面的工艺师 宫廷为了防止绝技外传 让各道工序的工匠分离单独制作 每个工匠一生只能掌握一种绝活 师父教徒弟 一代传一代 这种情况到了二十世纪初 终于有了变化 随着清朝国历的衰落 景泰兰制品开始出现在国内外的市场上 民间也纷纷开设商号和殿堂 1912年 最后一位清朝皇帝退位 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皇家的历史 破落的王公贵族不得不把皇帝赏赐的景泰兰 拿到市场上变卖 而曾经作为皇家奴仆的景泰兰工匠们 也回到民间 从此 在宫廷里流传了几百年的景泰兰绝技 开始现身于普通的街巷和作法 景泰兰终于走出了深宫禁院 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中 来到民间的景泰兰技艺 获得了新的活力 更多的样式和造型出现了 除了装饰品和摆设品外 景泰兰越来越多地融进人们的世俗生活 景泰兰渐渐不再神秘 四十多年的魔力和钻研 使得张同璐深得传统景泰兰工艺的真谛 但他并不满足 总是不断地寻求改进和突破 张同璐摒弃传统固定的工艺理念 和单一单调的模式 博彩仲长 兼容并蓄 创作出很多景泰兰精品 作为我们新一代的艺术家 应该在原始计创 不断地发明 不断地创造 也就是不断地创新 拿我来讲 我是景泰兰出身 又学过美术 我就把创新当作我的生命 每搞一件东西 从色彩上 文式上 内容上 尽可能地完美统一 每一个作品都有它的利益 都有它的艺术构思 和独色的艺术技巧 使这个作品更加完美 《钢花瓶》是张大师早期的代表作品 集中体现了它的创新意识 由牡丹花连里枝叶 有机变化构成主体图案 把钢包和钢花的形状进行艺术变形 雕心立意地设计出核心花朵 同牡丹花浑然一体 《双头机景泰兰》 是张大师的另一件代表作品 它突破了传统景泰兰的造型模式 加入了现代雕塑的因素 虽然图案吸收了传统因素 但同时也巧妙地融入了 现代美术的韵味 装饰性更强 鸡头上还镶嵌了宝石做的眼睛 使得鸡的神采更加鲜活 两个鸡头的颜色 则一反传统讲究的对称法 一只鸡头是蓝色的 另一只是红色的 整件作品活泼生动 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艺术的创意 这件景泰兰名叫吉祥宝灯 是张大师耗费了整整五年时间亲手制作的 看似宝灯形 却一改传统宝灯四平八稳的形体 巧妙设计出了一对大银羊和一对小金羊 四周花纹图案 由牡丹 鲜鹤 蝙蝠等组成 一幅幅生动的 吉祥 富贵 受福 喜庆的图案 整个宝灯镶嵌了各种名贵的玛瑙 翡翠等二百多颗 光这些细小的吊坠就有两千多个 实际上张大师的这件作品已经不是单纯的景泰兰了 他不仅大胆运用了传统工艺中的宝石镶嵌技艺 还独具匠心地融合了另一种传统绝技 使得作品更具有雕塑的立体美 作品新颖奇特 玲珑剔透 通体散发出珠光宝气 增加了作品的灵动和层次感 这种绝技也是中华民族手工技艺的瑰宝之一 它的名字叫花丝香茜 历经千百年的漫长岁月 绵延不断传承至今的传统手工艺 如同烈焰的波光闪烁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 曾几何时 一种显为人知的记忆笼罩着神秘的面纱被深藏在皇宫里 历史深处透出的传奇色彩在一代代工匠的手中闪烁 它见证着数百年的悲喜荣辱 繁华沧桑 在北京城的西北郊 有一片气势辉红的黄陵区 名十三陵 上个世纪中叶 考古学家曾经发掘了十三座黄陵中的定陵 出土了三千多件文物 在皇帝遗留下来的所有财富中 最引人注目的是几件并不大的物品 这是万历皇帝的皇冠 只有一斤六两六千重 它全部用金线编制 孔眼匀衬 外表光亮 而且找不到任何街头的痕迹 皇后的凤冠一样高雅滑贵 棺上装饰着珍珠和宝石组成的花卉 还有姿态生动的龙和缝 如此精致细腻的艺术珍品 让现代人感到疑惑 在四百多年前 当时的人们是靠什么工具和手法实现的呢 其实皇宫里的绝技曾经是民间工匠谋生的活计 银匠们在打造首饰的时候 都用一种祖传的绝活 叫花丝香茜 花丝香茜号称燕京八绝之一 和景泰兰一样历史悠久 底蕴深厚 但它的工艺和景泰兰不同 工匠们用手工拉成的金丝或银丝 扭结成精密的花丝 根据设计 编制 焊接出各种花纹图案造型 附着在内衬上 点上银兰 镶嵌上珠宝 形成一件工艺品或艺术品 最初的花丝香茜技术 是民间匠人打制首饰的专门手艺 早在春秋战国时就有了雏形 到了唐朝时已经十分流行 波斯的金银丝技术传入后 中国的工匠们把原本的一根丝 改造成两根丝扭结在一起 流传后世的花丝技术就此诞生 和景泰兰的历史正好相反 花丝香茜工艺首先产生于民间 后来走进宫廷 成为皇家艺术的一种 最后又因为封建地质的结束 大量宫廷工匠流落民间 这项来自普通街巷的绝技 再次回到平民的作坊中 新中国成立后 手工艺人第一次受到广泛的尊重 曾经受歧视的低贱行业 被赋予了艺术的称号 一批老艺人开始传授 他们祖传的绝技 在今天的百工房里 人们可以欣赏到许多花丝香茜 技艺的杰出作品 这些作品中有很多出自一位 工艺美术大师之手 他叫王树文 说起来 王树文在花丝香茜这个传统行当里 算是半路出家 他早年毕业于工艺美术学校雕刻专业 后来成为小有名气的牙雕和玉雕专家 他制作的牙雕作品 万里山河展新荣 长期在联合国大厦里展出 得到了很多外国友人的赞赏 但是 王树文是个兴趣广泛的人 由于所在单位是国家唯一一家 综合艺术生产基地 使他有机会吸取各种工艺 设计创作极大成的艺术精品 在完成牙雕名作《万里山河展新荣》后 王树文开始进入花丝香茜艺术的世界 我原来是搞利雕的 搞牙雕的 对花丝一瞧不通 那么这时候你得需要 就得要上车间 跟那个先不能找老一人 先不能找那个老一人去学 老一人不能教你 先这也就找这青年技工师师傅 对初学的王树文来说 花丝香茜技术和雕刻工艺完全不同 但它包含的技艺魅力 同样十分诱人 渐渐地 王树文全身心地钻进了 这项古老的手工艺术中 很快成为花丝技艺的现代传人 如今 王大师的手法 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他的身上 似乎映出千百年来 能功巧匠的身影 但是 王树文更大的建树 是在继承精湛的皇家工艺的基础上 结合自己的象牙雕刻技艺 借鉴其他艺术 创造性地发展了传统花丝香茜艺术 这是他为迎接新世纪 锐意创新的著名代表作 腾飞 又叫中华世纪龙 曾被美国前总统布什作为私人收藏 画丝香茜制品的第一步 是根据设计的图样 做成石膏模型 然后翻制成金属内衬 行画叫胞胎 胞胎 但是有了胞胎 不一定就能满足 外观造型精美复杂的图案 这样就需要赞活的功夫 用赞子一点一点地赞出细节 技师必须特别地小心谨慎 一点差错都不能出 否则就会影响图案的表现力 这也是一项传统的手工绝技 但在现代由于设计图更加复杂 所以对技师的耐心和手艺方面的要求更高 原来我们这个战活 花丝的这个战活 它不是这么样的 剔透的 都没有这种行云流水的 我是把象牙雕刻的 把立体雕塑的这种造型 结合在这里 因此它走的行云流水 这个也利用了力学 把时间的空间概念表现出来了 这也是过去呢 就是往往我们过去传统的云塑就一堆堆堆出来 它不是这么这种云带 整个这种 这就是现在咱们的新的做法 赞好的包胎大致完成了造型的环节 下一步的关键就是花丝技术了 花丝的主要原料是金丝 银丝 铜丝等金属丝 为了得到纤细精美的花丝 技师们必须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气力 金属棒经过反复的锤打和加热 质地变得比较柔软 但是从这么粗的金属棒到细如发丝的花丝 还必须借助一种特殊的工具 这就是传统拉丝的工作台 由几十个圆孔组成 每个圆孔逐步缩小 金属棒每通过一次小圆孔就变得细小一点 就这样 一次次地拉出金属棒 直到最后成为纤细柔软的金属丝 不过这还只是单条金丝 下一步还需要把两条金丝 像碾麻绳一样碾来揉去 扭结成均匀的麻花劲 几经疏铝 一根根精密的螺旋状花丝就形成了 和单根的金丝相比 经过纽结的花丝增加了金属本身的光泽和闪烁感 显得更加名贵 漂亮的花丝经过技师灵巧的双手 不再是没有灵性的金属 而成了具有无限活力的绘画线条 在胎体上细致地把花丝 平田 虾丝 堆垒 焊接 就基本形成了作品的大样 和景泰兰相像的是 传统花丝作品也有点蓝和烧制的工序 它点的蓝叫银蓝 它的温度比景泰兰的温度低 它属于一种玻璃的蓝料 这个在花丝上之所以要点这个银蓝 那么主要是呢 就是增加它的色彩感 但是它是点缀 不是全部 这条象征中华民族腾飞的世纪龙 倾注了王大师的一腔热血 特别是在花丝工艺创新方面 赢得了巨大的突破 他大胆取消了延续几千年不变的同胎内衬 以力学原理为依据 使一条纯花丝编制 焊接的镂空金龙灵性的月燃华表之上 我摆每一个点 像我那个每个林 都是有三点三个焊点 我就是用半面圆形的 拱形的我就焊出来了 利用力学的拱形 那么我每一个点每一点都焊出来了 我增加了焊点 像这一条龙 就是将近一万个焊点 由于这样呢 我做出来的这个龙呢 它本身都有拱形 因此它镂空 用的材料三百多克 那么就做成了 生动的龙体做成之后 还需要进行装饰 这就是花丝作品的最后一道重要工序 用各种宝石镶嵌 可以镶嵌的宝石种类很多 有红宝石 蓝宝石 翡翠 钻石 玉等等 凡是美丽多彩的宝石 都可以尽情地使用 以突出作品色彩的跳跃 和强烈对比 至于在什么部位 选择什么材质和颜色的宝石 主要依靠济师的经验和灵感 进行即兴地创作 宝石镶嵌技术 早在中国的远古时期 就被运用在青铜器上 镶嵌虽然并不是难度特别大的绝活 但同样也是细致功夫 就连大师也不一定每次都干得那么顺手 花丝技艺和镶嵌技艺结合在一起 才形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花丝镶嵌 但是这一结合 在早年民间的花丝技艺中 并不投出 那么到宫廷以后 因为由于这些高档的工艺品 当时就是为皇权所垄断 这时候他要求的工艺品就更精 更细 更美 他除了用花丝这个精美的丝的编制 还能相上各种名贵的宝石 红宝石 蓝宝石 翡翠 使整个作品越来越滑贵 发展到了明代 明代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花丝已经到了比较顶端的时候 明定名出土的凤冠 就是那个时代花丝技术的杰出代表 如今在十三陵博物馆展出的凤冠复制品 就是王树文当学徒时的作品 明代的皇冠 他已经把金丝拉到0.01毫米 那么这个时候呢 已经说在当时世界上在金属 黄金 白银 在这个角度来说 那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王宫里的花丝镶嵌技术 在清代发展到最高峰 皇家的装饰品中 越来越多地使用高级花子作品 他们和景泰兰制品一道 成为皇宫的专利和奢华生活的标志 这两种工艺呢 它有大同就一曲同工之妙吧 但是呢 它是工艺完全不同 效果呢 也不一样 那么景泰兰的效果呢 它整个是端庄大方 花丝产品呢 精巧 细腻 玲珑 这是两种工艺概念 保存在故宫博物院的魂天仪 不仅具有天文学的实用价值 更是一件华美精巧的艺术品 九条盘旋的笼 先互连接 组成了一幅生动通透的画面 呈现出雕塑的立体美感 这件作品说明当时的工匠 已经把藏活和花丝技术运用得十分自如 相比之下 王树文的中华世纪龙 更具有现代气息 全新的设计理念 只有靠着细腻的技术做支撑 才能得到最终的体现 尽善尽美 是手工技艺的最高境界 花丝作品的关键在于细节 任何部分都不允许忽略或将就 无论从哪个角度观看 中华世纪龙的所有组成部分 都是艺术和技术的高超结合 那么就是我用松石做的松树 用金丝花丝 把那做出来的松枝 然后呢 在每个松枝上的 有一个宝石 绿宝石 显得这松枝呢 像是刚打成水一样 下过雨一样 郁郁葱葱 那么象征着中华民族 在21世纪 蓬勃地发展 既有古几千年的文明史 又是在21世纪 隆着新的腾飞 一件成熟的花丝作品 总能给人巧夺天空的感受 金银丝的鲜巧玲珑 和宝石的高雅光芒 交相辉映 烘托出一种如梦如幻的高贵格调 这是王大师受故宫博物院委托 亲手用三千多条纯金花丝 编制成的花丝金卵宝座 作品长128厘米 宽120厘米 高72.5厘米 一共用了黄金三万六千克 镶嵌高档珠宝四千多粒 三千多条龙 姿态各异 龙的身体玲珑剔透 生动活泼 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得十分周全 无论是锤挂的小装饰 还是地板 台阶 都做得唯妙唯孝 皇帝的宝座 更是在形似的基础上 凸显出皇家的气派 整个作品 只能用金碧辉煌 才能确切形容 这尊被称为金玉结合的 千手千眼观世音 被北京工艺美术馆收藏 是王大师花丝镶嵌艺术的 经典大作 作品通高2.38米 取材于成德避暑山庄 大福寺观世音佛像 贯穿了现代人的审美情趣 和大师的创新意识 在开始设计这个 牵手牵眼观世音佛像的时候 因为这个佛像 木雕 石雕 牙雕 都有表现 唯独在花丝黄金 这方面 没有表现 我在这方面 就想探视一下 用象牙花丝 宝石 把这千手千眼观世音 表现出来 王树文大胆地取消了 传统工艺必须的内胎 采取编制的 镂空花丝做饰物 巧妙地利用飘带 做支撑点 犹如 仙气把观世音 凌空拖起 由于大师深厚的雕塑功底 使观世音的面目表情 和每一只手眼的神色 都有着特别的光彩 有趣的是 千手观音 虽然名为千手 但这尊观音 实际上只有四十只手 这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按照佛教来说 它有四十只手 每一只手 按佛教的礼仪来说 有二十五种 司观 人间二十五种 这是法力 那么四十乘二十五 这是中国古代艺人 他们已经就把这个 就说为牵手 就不作为牵手 那么复杂的 而是就是艺术的概括 有雕塑经验的人都知道 手是很难表现的 偏偏牵手观音 有四十只手 对王大师来说 也是一次考验 这件作品成功不成功 关键在于你的手 怎么做 如果说你手做不好 容易就像支柱一样 说你手做好了 那么你这件作品就成功了 王树文花了不少心血 琢磨四十只手的造型设计 最后他确定了一个方案 使得四十只手 形成一个椭圆形 众多的手 捧着各种法器 构成了一个美的整体 多而不乱 凡而不杂 像一道佛光 笼罩着慈眉善目的菩萨 这件作品 给王树文带来了 很多新的挑战 也因此 使他有机会 对传统记忆 做更多的创新 除了花丝记忆以外 王树文还在镶嵌宝石的 传统工艺上 做了重大突破 他选用不同色彩的天然宝石 替代低档的玻璃用 整个佛像镶嵌了 十二万粒宝石 从手镯的靠背 到脚底的莲花瓣 全部用五彩缤纷的宝石装饰 这是一个很难点 怎么用宝石 把整个的活点缀起来 那么我们利用了各种办法 整个进行全方位的点缀 主要用的是红宝石 红宝石呢 它既象征的富贵 黄金呢 脱出了也好看 颜色呢 和黄金和宝石 它本身就天然的一对 结合出来 既不跳 又非常协调 那么就我们过去 中国古代有叫金香玉 金香宝 它互相衬托 如果说黄金是一 宝石是一 如果黄金加宝石 就不是二 它等于五或等于十 富贵而高雅的宝石 衬托着佛像 虽然光滑灿烂 但没有丝毫的俗气 观音的头观上 还雕刻了九十九尊佛像 每一尊都有着不同的形象和表情 从制作工艺来说 这些小雕像同样也是珍宝 观音头顶上 这是远古佛 这个原来做的 如果说按原来的处理手法 这个可能是要点上颜色 或者上升其他的颜色 我就整个从缅甸 当时云南到缅甸 到泰国 选购了一个 一千多克拉的一块红包 做的那个顶上 这件作品 不仅整个的使产品非常协调 也是这个作品 就是佛中有佛 宝中有宝 起了画像中点睛的作用 凡是亲眼目睹这件作品的人 都不由被他的庄严和华贵 深深的震撼 过去的手工艺人 也许不会想到 他们用来养家糊口的记忆 会被后代用得这样出神入化 由于这件作品 工艺美术家王树文 也达到了自己创作历史的 一个新高峰 特殊的人生机缘 使他得到了多种传统手工记忆的滋养 现代观念又使他将各种记忆融汇贯通 在这件作品上 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手工记忆的精华几脆 现在已经问我 你到底是算象牙的呀 你是算玉器的呀 你还是算花丝的呀 实际我现在什么都不算 要什么都算 其实不论是王树文 还是景泰兰大师张同路 他们都不再是传统的手工工匠 历史上各个行当之间的壁垒 在他们的艺术敏感中被融化 严正复杂的景泰兰工艺 灵巧细腻的花丝香茧 都是前人留给我们的财富 新一代工艺大师 用他们坚韧执着的努力 和赋予智慧的创造 为我们的文明世界 又增添了几许金碧辉煌的艳丽色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